可是美国又要提供以色列什么 因为以色列我们的印象都是 它很强 它不是有那个什么 铁装 整个防护罩非常厉害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想想看 经过一次饱和攻击 5000枚火箭弹啪过去 它的铁装飞弹 一下拦下了90% 它的消耗很大 所以以色列打算做一件事 我不是两天就要打趴你 我要一个礼拜让你非常痛苦 所以美国说好 我给你自己会做 铁装飞弹的弹体 我给你精准导引以色列的 后面的推行尾翼 以色列的我弹体给你 因为它突然间要造这么多 铁装飞弹的弹体做不出来 所以美国就派了一架运输机 整批运过去 所以以色列说我的资源到 所以你不要认为它的资源 只是整批飞弹 它是弹体 所以我说国防工业的重要性 就在于你可以迅速的拿到原料 迅速的完成组装 完成战备的接手 我们今天正在做这个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搞海昆号 为什么要搞国机国舰自治 就是这样 战争的时候我们拿到的是原料 不是整个武器 所以动作会快 然后产生自治能力 可以主动的控制 我们战争的进行 所以你看美国的福特号来了 我告诉你一台还不够 再加一艘 再加一艘 两艘航母 那是两个航母战斗群过去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以色列现在它并不孤单 美国的武力也不是被印太战略 整个锁住了 我有能力处理两个以上的局部趋势冲突 所以美国福特号加上第二艘 艾森豪也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所以说加萨走廊不是怕以色列做的不够好 现在美国担心一件事 怕它打得太用力 怕它打得太用力 这个一比四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为以色列现在看起来 气到了 加倍奉还 四倍奉还 所以美国说 我已经当你的后盾了 这个点到为止 大家还是不要太过于杀戮 巴勒斯 哈马斯 然后这个跟以色列之间的战火 然后哈马斯到底筹备了多久 他们拥有的武器这么强大 哈马斯它是一个激进组织 它不是一个国家军队 它是一个激进组织 所以说它有多精良的武器 我是不相信 谁给他们武器 当然是旁边的伊朗 黎巴嫩 走私来的 它给它的不是一件武器 是一个零件 它把它组装起来 他们也蛮厉害的 准备了两年 而这两年不是只准备武器而已 如果你只是说哈马斯准备武器 它的武器再怎么精良 玩不过里色列 但是它除了准备武器以外 还有一个 松懈以色列的心防 就是你会发现这两年以来 哈马斯相当的合理 对于加勒走廊 对于以色列的朋友 都很有理 我是在赚钱的 我不再搞恐怖主义了 我已经放下很多了 我是在赚钱 你看现在加勒走廊 你们大家都有钱赚 大家有好日子过 大家不想打仗 可是可是大家觉得像不像 这像不像当时对岸沿海 中国没有要打台湾 中国现在要赚钱 我们都向前看 他部署了两年 松懈了以色列人的心防 对就是以色列不用那么辛苦 不用派这么多大兵站在这个地方 做空中的监视 做边境的防守 你用AI就好了 所以说哈马斯利用两年的时间 松懈心防之后 人的心防松了 AI就跟着松了 对 因为你看到 那没有了 那不是攻击 不是暴力攻击 那是飞行伞 拖曳伞 那种东西我们在墾丁也看过 我都做过你知道吗 动力推行伞我都玩过 那个不是 那是休闲的 可是过来说 他有带枪 他有带火箭弹来不及了 所以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布局 然后他的武器从哪里 从陆路 从海陆分进来的时候是零件 而且最讽刺的是什么 他有部分的那个 对空的火箭弹的弹体 是以色列的废弹 以色列因为有很多的军火 经过了过期 因为销毁很麻烦 他就交给了其他的国家 来做销毁 这些国家说销毁太浪费了 转而转而 就到了哈马斯手里面来了 他用以色列的废弹 换了他的弹头跟弹体 用你的弹打你 打你自己 天哪 所以这很可恶 那就是以色列知不知道 以色列心想废弹嘛 哈马斯最近好像两年来都很乖啊 好了给他处理好了 就透过了很多的关系 变成他在处理 他处理就把他离貌换太子 真的是不能轻敌 对 这就是松懈 所以说两年的时间 你看他收集了 以色列的卫爆弹 跟废弹来使用 这多可怕 所以说耶路撒冷 公共的严重中就讲说 哈马斯 现在可以自主制造 大部分的武器 这些武器 很多的原料 都是来自于以色列的废弹 还有周边国家不要的废弹 另外大家可以看 北韩加俄罗斯 这些在做什么 这些在做一件事 叫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你美国把印太搞得这么强固 我们北韩怎么办 俄罗斯怎么玩 还有中国怎么玩 对 他们是一路的 一路的 所以把美国的注意力 分散到加大斗郎 让你看看以色列 这个地方也麻烦了 所以你看这个飞弹 这个单兵的飞弹 就被人家发现了 这是遏制的 这是遏制的 所以说以色列 伊朗北韩加俄罗斯 我告诉你 还漏掉一个中国 对啦 中国也在搞